不好了 我家长了棵大树 大树也有什么好怕的 果然很大啊 那怎么办 你可以不要用斗鸡眼吗 看起来很憨 你可以帮帮我吗 飞天奶龙 没问题 我帮你 赛龙你会砍树吗 你找错人了 我不会 我还有办法 超旋天光王 超旋天光王 你会砍树吗 我只会打坏人 不会砍树 看来要出绝招了 我的终极绝招 哇 是伐木工 这次我家有救了 可乐哥哥 你帮我拼他出来 没问题 交给我 雄出墨迹木盲额 先手伐木工 这个盲盒非常好猜 我知道他是谁 伐木工 就是他了 你们猜出来了吗 开箱 哎 这是 小可力积木 是一整盒的 你给我图纸 没有图纸 那拼不了 八公 拜拜 我相信你 没有图纸都可以拼出来的 太难了 如果你拼得好 我让小伙伴都给你点赞 哎 有小伙伴的支持 再难我也拼 交给我 先说伐木工 小可力积木 他是雄出墨里面哪个角色 你知道吗 如果你看过雄出墨动画片 那就非常容易猜出来 我说的是谁了 他是男主角哦 你看这是他的双腿 然后往上拼他的身体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猜出来 伐木工是谁了 我现在告诉你们答案 他就是 雄出墨里面的 光头墙 你是不是猜对的呢 什么 你没猜对 你竟然没看过雄出墨 雄出墨里面有 雄大 雄二 光头墙 雄大和雄二为了保护森林 经常把光头墙赶走 因为他要砍树 破坏森林 雄出墨非常的好看 有趣 我建议你去看看 我的房子快塌了 可乐哥哥 你快点拼光头墙 房子又大了 拼好了一双腿 还有身体 手 还在头部没拼好 带着你了 没问题 我家坏速度把它拼好 积木创意拼大 如果你喜欢我拼的光头墙 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 你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如果你喜欢雄出墨里面哪个角色 比如雄大 熊二 蹦蹦 吉吉 毛毛 萝卜头 肥波 大马猴 都可以 记得告诉我 说不定我会先拼出来 后面不但更新哦 头部拼好了 把身体的各部分组装上 贴上嘴巴 光头墙组装完成 光头墙经典的衣服配色 还有笑得很开心的嘴巴 工作时的安全帽 光头墙 光头墙快帮帮我 发生什么了 我家门前涨了无敌大的树快压倒我房子了 砍树吗 我帮不了你 你不是专业的法木工吗 没错 我是专业的 但是我没有工具呀 葫芙 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